武德四年,公元621年的7月初九, 长安的清晨清澈成名, 宽阔的朱雀大街两侧, 一大早就以万头攒动, 无数的长安百姓都在翘首跳往, 等待班师凯旋的亲王李世民, 然而当身披黄金战甲的李世民, 和他挥下数以万计的东征将士, 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朱雀大街时, 作为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李渊, 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, 他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丝隐忧,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, 李世民先是平定了薛举父子, 占据了龙幼, 继而又打败刘武周, 收复了太原与河东, 如今又生前了窦建德和王世冲, 一局统一河南河北, 这样的功绩非但盖过了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, 甚至盖过了李渊自己, 对此究竟应该给怎样的封赏, 才能满足这个天纵英才的次子呢? 上回说到, 李世民在火牢关之战中, 不仅一举将窦建德的十万大军, 碾压于自己的铁蹄之下, 而且还生前了窦建德, 当深陷孤城的王世冲, 看到被囚禁的窦建德时, 顿时就眼泪剃流, 窦建德可是他此时唯一的救命稻草, 你让他怎么能不痛哭流涕, 窦建德的背负, 就意味着王世冲彻底失去了依靠, 洛阳城也迟早会被李世民给挽死, 与其让人给挽死, 还不如自己主动打开城门投降, 也许还能留个全尸, 于是武德四年621年5月初九, 关闭已久的洛阳城门终于被打开, 王世冲带着太子, 以及两千余名文武官员, 前往李世民的军营投降, 王世冲趴在地上, 态度卑微无比, 李世民嘲笑道, 你一直把我当成小孩, 可今天见了小孩, 却又为何如此恭敬呢? 成者王侯败者贼, 人为刀子我为肉。 此时此刻, 王世冲除了满脸的真诚忏悔, 不停地磕头谢罪之外, 还能说什么呢? 5月10日, 唐军正式进驻洛阳城入城之后, 李世民派房玄龄到中书省和门下省, 收集随朝的地图, 户籍, 诏书等文书, 尤其是户籍信息, 它涉及到人口的统计和税收的征收, 绝对要比金银珠宝实在的多。 遗憾的是, 王世冲已经提前派人将这些资料销毁, 王世冲这事就算死, 也不想让李唐占了便宜。 李世民占领府库之后, 将收缴的金银珠宝全部赏给了三军将士, 同日, 李世民命人将善雄系, 段达, 朱灿, 杨公卿, 郭世衡等十几个据说是最大恶极的人, 押腹落水河畔斩首, 说这些人都属最大恶极, 恐怕并不太准确, 其中除了朱灿为人残忍尸杀, 冠以人肉充当捐粮之外, 其他人恐怕都在可杀与不杀之间, 但最后他们还是被杀了, 这些人最终丢掉脑袋的个别原因, 老笨蛋没有能力做过多探究, 但总的原因还是显而易见, 那就是李世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杀戮李威, 一个割据日久顽抗多时的政权垮台了, 没有一群人来陪葬, 怎么也说不过去, 这种小规模的屠杀行动, 会对剩下来的那些降降起到一种震慑作用, 这是任何一个政治灵袖, 驾驭臣子的最基本手段, 虽然有关这十几颗脑袋被杀的具体原因, 我们不得而知, 但其中有一颗脑袋入选的理由, 却是非常充分, 那就是善雄信, 在武德三年九月的一场战役中, 这个武功高强的善雄信, 曾经把长矛刺到了李世民的胸前, 多亏武功更高强的玉池静德及时赶到, 李世民才没有挂掉, 单凭这一点, 善雄信就足以被李世民随时万断, 在善雄信被砍头之前, 和他败过靶子, 感情胜死亲兄弟的李世基, 曾经声泪俱下的一再央求李世民饶他一命, 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官决交换他的性, 但是李世民却一口回绝, 毫无商量的余地, 其实李世民杀善雄信, 也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和立威的心理, 除此之外,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, 那就是他在江湖上历来有轻于去救的不良口碑, 早在瓦岗时代, 李密的长使房燕早就曾以此为由, 劝李密把善雄信给除掉, 而对此刻的李世民来说, 其麾下早已人才积极猛将如云, 他何苦再接纳这样一个三姓加奴的反复无常之人, 既然理由如此充分, 善雄信当然就非死不可, 上帝也救不了他, 在建筑洛阳期间, 除了上述这些公开的政治举动, 李世民还做了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, 这件事情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, 绝对要比上述那些公开举动重要百倍, 那就是李世民去拜访了一个人, 而这人还是个道士, 他就是洛阳御清官的住持王远之, 王远之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, 他拥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本领, 那就是欲知未来, 就像他名字所表明的那样, 当李世民与房玄龄前去微服私访的时候, 李世民并未自保家门, 可这位高人却一眼就识破了李世民的真实身份, 李世民大吃一惊, 心想这个高人果然是名不虚传, 于是据实相告, 并诚恳地向王远之请教了一个问题, 那就是秦王未来的命运, 而王远之的回答, 就像一道闪电, 准去无误地击准了李世民心中那个最敏感, 也最隐秘的欲望, 只听王远之说道, 即将做太平天子的人一定要好自珍珠, 尽管这是李世民一直在期待的答案, 但是猛然听见天子二字, 李世民的额头还是不由自主地浸出了一层冷汗, 要知道李世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藩王, 以藩王之身而觊于天子之位, 那是悖逆更是谋反, 这样的事情一旦泄露, 就算李世民不会人头落地, 至少也会身败名裂, 然而这样的惶恐, 只在李世民的心中一闪即逝, 一种无与伦比的兴奋和喜悦之情, 很快就弥漫了他的胸膛, 很显然, 武德四年夏天的这次微服私访, 对李世民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, 他把李世民原本深藏于内心的权力欲望, 辽缚成了一种巨大而坚定的政治野心, 并促使他一步一步地付诸行动, 换言之, 正是王远之的这句话, 让李世民获得了一种天气般的信心和力量, 让他从此怀着天命的信念, 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夺底道路, 在唐军入驻洛阳的五天后, 也就是武德四年五月十五日, 逃回明州的夏朝左扑叶齐扇行, 意识到群龙无首的夏朝, 绝对不是李世民的对手, 于是便和右扑叶培局等夏朝文武百官, 拥奉曹王后, 携带着隋朝的传国玉器, 向唐朝投降, 随后元属夏朝的三十余州, 也全部向大唐投降, 到武德四年七月初, 王世冲和窦见德曾经割据的疆域, 就全部并入大唐的版图, 至此, 除了帝国西北部的梁师都和南部的几个割据势力, 仍然在富于顽抗苟延残喘之外, 李渊父子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天下, 现代的企业股东, 能够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企业股权, 就算是绝对控股, 所以此时的李唐王朝, 在整个华夏大地上, 绝对是横着走的存在, 迷失的隋路也终于找到了他的新主人, 武德四年七月初九, 李世民在处理完了东都洛阳的所有事务之后, 才返回长安城, 当天, 李世民身披黄金铠甲, 身后跟着李渊吉和李世基等二十五名超级战将, 身后又有一万名铁骑和三万甲士跟随, 前骨后吹锣骨震天, 与其说这是一场开旋仪式, 还不如说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武功秀, 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, 李世民用这种最直观的方式, 向万千子民展现了大唐的赫赫军威, 作为李渊众多儿子当中的一个, 李世民也可以用这种锋芒毕露的方式告诉人们, 我才是皇帝陛下最优秀的那个皇子,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, 亲王李世民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发出了, 对储君之位的挑战, 而天子李渊和文武百官, 正站在太极宫高大威厄的朱雀门楼上, 面带笑容地注视着他们, 作为一个父亲, 李渊为自己能拥有这样一个天纵神勇的儿子, 而感到欣慰和自豪, 而作为一个皇帝, 李渊温婉和煦的笑容背后, 却隐藏着一层常人博弈发掘的东西, 那是一种隐忧, 一种无形却很强烈的隐忧, 而这种隐忧的来源, 就是李世民有意无意发出的那种威胁, 放眼当金天下, 还有谁的武功比他更胜, 放眼整个礼堂朝廷, 还有谁的功勋比他更高了, 这样的盖世功劳非一旦盖过了他的兄长太子李建成, 甚至盖过了李渊自己, 随着功勋威望与实力的全面提升, 李世民显然已经生出了, 基于最高权力的野心, 那自己又该如何防范呢? 就在这举国欢庆的一刻, 面带笑容的天子李渊, 不得不在内心, 对自己发出了一连串结问, 可悲催的是, 李渊心中却没有答案, 在李世民凯旋队伍的最末端, 则有两个人正在深刻体验着, 他们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, 他俩就是王世冲和窦剑的, 二人面容哭搞, 蓬头散发地跪在一千一后的两辆球车上, 绝望而麻木地承受着万千大唐子民的辱骂和唾弃, 随后又被荡城鸡贫带到太庙里告辞礼堂的祖先, 五得四年七月十一日, 也就是李世民班师凯旋的两天之后, 天子李渊就下了一道诏书, 在诏书中, 李渊怒斥王世冲在洛阳干了太多的坏事, 非杀了他不可, 而王世冲却摇尾起连道, 我做的事情确实是死罪, 但我是主动投降的, 所以亲王曾答应不杀我, 都沦为阶下囚了, 也并不影响王世冲的智商水平, 李渊想了想, 阿尔朗的面子还是要给的, 所以就赦免了王世冲的死罪, 将王世家族全部发配到蜀中地区, 严加堪管, 而没有后台的窦剑德, 则没这么信任了, 他被礼堂朝廷直接在闹事中给剁了, 中年四十九岁, 李渊父子竟然能赦免王世冲, 为什么就不能放过窦剑德呢? 其原因只有一个, 那就是窦剑德太人意了, 太深的民心了, 李渊父子比谁都清楚, 窦剑德在河北所缔造的下朝政治休民, 社会安定, 一直以来都深受市民拥戴, 如此有目共睹的显赫政绩, 即便笔至关中的李唐政权来也是毫不逊色, 况且他的人意之名又远拨天下, 眼的不说, 单就他攻克李阳后, 对待李唐战俘的事情, 就足以收买天下人心, 众所周知, 李世纪复盘投堂后, 窦剑德并没有杀他的父亲, 而是立派众议将其赦免, 对待俘虏华阳王李神通, 窦剑德也一直是李慎州, 并没有把他关进监狱, 至于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, 窦剑德更是对他奉了上宾, 并早在午的三年八月, 便已派人将其送回长安, 总而言之, 窦剑德对待李唐的高级战俘, 可以说是人之意见, 所以按照常理, 他完全有理由从李渊父子这里获得相应的回报,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, 窦剑德被堕掉了脑袋, 窦剑德的仁义让他收获了太多仁心, 尽管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俘虏, 成了一个连自身命运都不能左右的失败者, 但是李渊父子仍然不会对他网开一命, 因为这种深得民心的人, 是最容易东山再起的, 李渊父子绝不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, 所以窦剑德必死无疑, 虽然他很仁义, 可仁义或许能为成功者锦上添花, 但绝不可能为失败者雪中送他, 仁义的窦剑德死了, 不仁义的王世冲却侥幸保住了一命, 王世冲大为庆幸, 看来做人还是不能太仁义, 可是王世冲也没高兴多久, 因为他只比窦剑德多活了几天, 最后还是被人一刀剁掉了脑袋, 剁掉他脑袋的人名叫独孤修德, 时任唐定州刺史, 他的父亲独孤鸡是被王世冲杀的, 这样的血海深仇, 独孤修德肯定要报, 当时王世冲还未被遣送到属地, 暂时软禁在长安京基地区的驿馆, 独孤修德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, 于是带上自己的几个兄弟, 冲进驿馆, 不由分说就把王世冲和他的兄长王世冲给砍死了, 毋庸置疑, 独孤修德这么做, 肯定是触犯了律法, 李渊又是一个秉公执法的好皇帝, 所以李渊当即下诏, 免出了独孤修德的官军,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, 那么黄泉之下的王世冲, 就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, 但没过多久独孤修德就有官复原职了, 而且还受到了重, 更重要的是, 在独孤修德去世之前, 都官正清, 属于从三批, 可谓是显赫至极, 这就让事情变得十分蹊跷, 人们似乎有理由怀疑独孤修德的刺杀行动, 好像并不是报私仇那么简单, 独孤修德很可能事先得到了李唐朝廷的授意, 只是这种怀疑的另一个证据是, 王世冲的其他兄弟子职, 在随后流放蜀地的途中, 也全部被杀了, 李唐朝廷对外宣称的理由是, 他们企图谋反, 其实这个理由非常牵强, 在当时那种枷锁披身, 士兵押送的情况下, 这些人即便有谋反之心, 也断无谋反的能力, 所以事情的真相不难推断, 赦免王世冲纯粹就是一个幌子, 之所以要搞这么一个幌子, 原因也很简单, 天下尚未平地, 几大割据势力仍然在富裕顽抗抗, 所以李唐朝廷有必要让人们相细, 只要放下武器投降, 李唐一向宽大为怀优待俘虏, 至于这些俘虏过后, 为何死得不明不白,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, 仁义的斗剑的被杀, 并不仁义的王世冲也被杀, 黄河南北在经历多年的流血和战乱之后, 终于可以太平了, 于是新的问题就出现了, 能有如今的局面都是谁的功劳呢? 自然是秦王李世民, 那该如何封赏李世民呢? 李渊表示自己非常头疼, 李世民如今已经是秦王, 太尉, 尚书列, 也就是说, 李世民现在已经是仅次于皇帝李渊, 和太子李建成的大唐第三号人物, 所以李渊很头疼, 他不知道该给予李世民什么样的封赏, 才对得起他的功绩, 有一天, 李渊闲来无视翻阅史书, 突然看到了殷商丞相傅月的故事, 于是灵光一现, 突然想到了一个天策上将的名字, 所谓的天策, 指的就是天策星, 又名傅月星, 傅月是中国殷商时期的政治家, 他辅佐武丁中兴殷商, 鞠躬甚为, 据说去世之后飞升上天, 变成了一颗星系, 也就是傅月星, 传说傅月星越来越亮, 就会诞生出无数的能臣干将, 辅佐帝王建立不是功勋, 基于这样的传说, 李渊就创造了一个, 位于所有王宫之上的天策上将头衔, 将其隆重地授予了李世民, 希望这个史无前例的尊号, 可以就此冷却他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, 除此之外, 李渊还承诺, 天策上将还可以开赴建阳, 设置自己的官僚, 而关于天策府官员的任命, 则由李世民全权选拔, 李渊只不过象征性地审批一项, 正是天策上将的这一权力, 致使李世民有了能与皇太子李建成, 争夺储君的最重要资本, 然而就在李唐王朝认为天下太平的时候, 河北张南县区再度燃起了风火, 有一个窦建德的旧部, 于7月19日聚众起兵, 他的名字叫刘黑塔, 在今后不算太短的时间内, 这将是一个令唐骏闻风丧胆的名字。